本週最強大國民 所要探討的這個族群 他們有著固定的上班時間 以及穩定的收入 還有一個專屬於他們的稱號 就是上班族女性 OL 但根據調查 卻超過半數的上班族 對工作感到壓力 疲憊甚至憂鬱 今天我們就要來 拍揭你的壓力 釋放你的憂愁 燃起你的熱情小宇宙 上班族女郎 LET'S GO 最強國民點唱機 忘憂神曲二選一 心情好 心情壞 怎麼開始 怎麼辦 十年之後 我們是朋友 還可以溫柔 只是那種溫柔 歡迎他 紅色頂端競爭裡面的這位是 史上最銷滾的夢幻甜點 就這樣為你 就被驚訝 太好吃了 我的心情是否則 很好吃喔 寵愛系男友 幸福二選一 我可以達成你所有任何的需求 讓你知道17歲的感覺 我會一直緊握著你的雙手 他們的出現 曾國成心動了 客人通常用什麼樣的話來讚美 你呢 都會說我的手很翹 你跟我進來一下 幹什麼 幹嘛 為什麼 曾國成 你比較喜歡像 陳誠哥這種 壞壞的人愛的 你比較喜歡像 像勢安之友好難的 你這怎麼比啊 一個比較老 一個比較年紀 我還沒死呢 我還在這兒 我還需要了 我真的 是年齡不太舒服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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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來吧 是的 您現在收看的是最好看的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曾國成 我是Selina 你們現在收看的正是 最強大國民 最特別企劃的 這個國民大手茶 是的 透過我們的節目呢 而且呢其實在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都有精采的人事物讓您發覺 而且有時候 您想的跟別人想的 可能都不太一樣 而我們每一集精采的內容呢 把它套在日常生活上的各種遭遇 各種選擇 你跟大多數的人想的 是不是一樣的呢 今天晚上 土耐 我們不論是非 不講真相 我們只問 你跟大多數人 大家好 是的 馬上來要歡迎我們今天五組 非常實力堅強的 這個社會觀察家 沒錯 首先就是 以天后這首歌爆紅 他的聲音每個人都很 覺得很吸引人 但是他不只他一個人 他還帶了師弟 一起來到最強大國民 歡迎陳世安 陳彥宇 歡迎兩位 好帥 出專輯了 這是我的首張個人全創作專輯 語文語母的話 表示說你是個唱首的 全創作 全創作 對 全創作 十曲都自己選 十曲包辦 好帥 你是我們台灣的鄉親嗎 還是跟他一樣從馬來西亞 台灣的鄉親 台灣的鄉親 對 主打歌叫做 基因決定我愛你 基因決定我愛你 好浪漫喔 很浪漫的一首歌 然後之後會舉辦 就是全台的簽唱會 那怎麼好意思 然後還會在8月9號 就是會有我個人的演唱會 在西門大河岸 不如妳就稍微唱一下副歌 大家聽一下 好 大家知道今天的族群 今天的族群非常的重要 掌聲鼓勵鼓勵 唱進他的心坎兒 你就賺到了 我告訴你 預備 基因決定 決定我愛你 我就喜歡 老掉牙劇情 每條神經 每條神經 都為你傳遞 在那來點 是每個訊息 好好聽喔 不錯 好好聽喔 好好自信 集Cue集唱 這個掌聲並不是我們工作人員 帶動的 是他們發自內心想要拍手 是… 對不對 這感覺滿好 請加油 這首張個人專輯 允文 神彥宇 謝謝… 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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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第二位 我最愛的新時代女性代表 上班族女性的可靠發言人 曲家瑞老師 徐老師 為什麼 徐老師 今天要做什麼 因為那個椅子很危險 我怕外面會掉下去 靠近我一點比較好 徐老師 我手可以一直掛到兩個耶 曲老師 老師 你的腮紅很紅 你一圈怎麼這樣 不好意思 而且我剛剛在這邊看她 玲瓏有志 應該一桶水潑到她身上才對 白襯衫 白襯衫 最適合就一桶水了 來人啊 飛水… 妳冷靜啊 妳感冒了以後 妳的道德觀也變薄弱了 沒錯 跟著病毒一起被侵蝕了 腦子跟病毒一樣的 好 歡迎下一位 下一位 廚藝了得 職業婦女的救星 讓上班族們能夠吃出健康 也吃出幸福的寶媽 歡迎寶媽 大家好… 你知道我剛剛 我們進來要等你們進場的時候 大概有20分鐘 是 曲老師呢 她的眼神 她的座位就是這樣 她就這樣子 然後呢 一直在 因為她們可能是很少出來錄影 對 浪蕩拿起來 一行一行說 等一下 妳們就要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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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這個節目的歷史都講了一遍 以前歷竊的來賓做些什麼 怎麼按鈕 鏡頭怎麼來 要怎麼敲這個 可是寶媽也沒有來過啊 重點是妳很奇怪嗎 曲老師 然後猜那個誰 我跟她講的Q是誰 我們還討論誰長得不像OL對不對 誰像 來… 我們都走 不是寶媽在旁邊做何感想 寶媽也沒來過 真的 妳也不交寶嗎 這個新單元 妳好歹也跟我們講解一下 而且重點是我們三個 都坐在這個地方 歡迎就是兩人 你當他們三個 一刻薄了嗎 好開心喔 我們今天真的太開心了 曲家瑞老師 今天妳坐這裡就好了 我們來賓真的不只妳們三個 還有後面的人 拜託妳好不好 曲老師變了 曲老師你應該是感冒了 大家冷靜 接下來開始 換男生不冷靜了 準備了 沒錯 接下來這位自己創業當老闆 管理經驗豐富的美女老闆 劉伊心 還在學習… 你知道那一位知名諧星 沒錯 現代上班族壓力苦悶的救星 歡迎張立東同學 今天我們是希望透過他們的 這個社會觀察的 平常經驗的累積 讓妳要關心一下我們對面的族群 那我們來歡迎現場 一共有四十一位辦公室的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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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要讓所有的上班族女性 跟我們參加今天的話題 也讓我們對面的這五組 觀察員 好好的搞清楚 現在我們的上班族女性 到底都在想些什麼 遊戲規則 首先來看看今天的範例題吧 上班女郎想在週末舒壓工作壓力 要喝個下午茶好呢 還是出外踏青轉換下心情好呢 由五位藝人觀察團進行猜測 到底誰能猜中上班女郎OL們 會選擇哪一邊呢 累積積分最高的觀察員 可獲得由頂級鐵板燒餐廳 提供價值五千元的 SRF即黑和牛winner餐 讓贏家享用最時尚奢華的美食料理 至於最後的輸家 我們今天也準備了終極懲罰四候家 你還記得嗎 世上最強的恐怖惡臭 媽咪 媽咪不信你嗎 你打我好不好 我給你打 你打我 你打我 救命 曾經在棚內 引爆眾人崩潰 哀嚎的飛魚罐頭 國民大搜查 上班女郎OL意見大調查 先看看我們現在對面坐得那麼可愛的 各種年齡 環菲燕獸都有的這些上班族們 是 你們的生活壓力是什麼 壓力是現在的文明病 有哪些壓力 來 聽一下大家怎麼說 來 9號的 許晴妤 婚禮顧問 婚顧啊 婚顧的壓力有嗎 有 很早起來 我曾經聽過有一個婚顧的壓力是 從見了面談得跟真的一樣以後 一直不知道什麼時候結 然後一策劃 策劃了兩年 有 有這種 有沒有 有 妳的壓力是什麼 壓力的話就是有遇過婆媳問題 對 怎麼說 就是新人來 然後來了之後 跟我們就是要求一些資料 給了資料之後 婆婆跟媳婦之間的決定都不一樣 然後就變成 一個選東 一個選西 然後兩個就 對 新郎就為難了 新郎 插在中間 就可能我們就插在中間 然後就是幫協調 然後說這個比較好啊 這個可能比較適合啊 這樣子去調理這樣 可是婆婆又不聽妳的建議對不對 對 可能就是 又要出動那個新娘的媽媽了 好恐怖喔 但是還沒嫁過去問題就一堆了 我覺得還是要尊重長輩 好 我們的5號 META 企業交流協會 哪個單位 這什麼公家單位嗎 算是私人的 私人的喔 對 那妳在裡面做的是秘書嗎 是的 妳有什麼壓力妳看起來這麼開心 其實是因為老闆交友 比較廣闊的關係 所以 那所以說呢 就必須要幫他安排 比方說禮拜一是要跟A小姐約會 禮拜二是要跟B小姐約會 妳這樣老闆不會有在看電視耶 所以就不方便透露哪一間公司 她有小三小四的喔 就ABC女友啦 我以為這是電影才有的情節 妳負責啊 妳要負責排這個案子喔 就這也是在工作裡面 除了就是說公事上 那可能私人上也是 那什麼禮物啊 生日啊 這種東西 我們有遇過送錯花的 記錯糟糕了 送錯花 我們之前有別間花店 然後是大老婆跟小三 然後他們把兩個花送錯 然後多酷 是大老婆收到那個花 因為署名是誰 譬如說寶貝誰誰誰 可是不是大老婆的名字 然後大老婆還打電話給花店說 你們送錯囉 然後你要送那個小姐住在哪裡哪裡哪裡 就大老婆知道對方 然後還把那個花就是說 你收回去把它弄掉 此風不可找 天啊 此風不可找 這不是我們花店犯的錯誤 我們花店很專業 7號 保險金融業的賴子游小姐 我壓力是 就是如果壓力大 然後跟朋友談心事的時候 然後他會知道 因為你是做保險的 他怕說你一開口就要講保險 那就變成我只是要跟他講心事 對 他怕妳在拉保險 對 這也有壓力 那妳的朋友會一下變很少耶 也沒有 就是會大洗牌一次 大洗牌 對 老朋友都走了 對 就可能就是 跟妳保持距離了 就留下來的就更真心這樣 對啊 利用去從事保險業知道哪些朋友 是真心的 其實這也有這個好處 這個壓力也太大了吧 今天聊的就是上班族 女性上班族真正的工作壓力 非常多壓力 當妳在工作時 被老闆百般刁難 過期五 老闆你的水 老闆你的水 我要綠茶 老闆你要的茶 好 我換你先上茶 老闆你的先上茶 我想說再甜一點 可以用上次 好 太冰了 我還是水好了 或是莫名找茶 下了班老娘就是要解放 今天製作單位 就請到重量級來賓 為現場的OL 詮釋兩種歌曲 你會選擇聽著溫暖歌曲療傷 又或是靠著 吶喊歌曲來發現啊 剛才那個畫面 是我們拍的一個示意圖 是一個感受 大概女性上班族 如果她們壓力大了會這樣做 有在上班的環境範圍裡面 像這樣哭過的舉手 舉高高 舉高高 有快一半喔 有快一半喔 有快一半 而且舉起來的時候 大概沒有一個有笑容的 都是想突然 突然想到那個時候 曾經自己掉淚的畫面 不是被同事氣了 就是被長官氣了對不對 在後面有兩個點唱機 各位都看到了 這點唱機非常的神奇 是2014年最新科技產物 真的嗎 各位 上面有嗨歌 慢歌 情歌 悲歌 OK 都看到了 好感人 上面有紅色點唱機 藍色點唱機 現在用盲聽的 你們準備好你們的牌子 想先聽誰唱歌 我們就會請他出來 多人性啊 對不對 多人性 不用輸入號碼 只要舉牌 這個歌就跑出來 多感人 高科技 高科技 那我們先從哪一方開始盲聽 盲聽時間15秒 先從紅色點唱機開始 來 請聽 Play 心情好 心情壞 怎麼開始 怎麼辦 怎麼辦 你有的不爽 讓我來分擔 搖滾 藍色點唱機 盲聽15秒 請開始 十年之後 我們是朋友 還可以溫柔 好聽喔 只是那種溫柔 再也找不到擁抱的理由 情人最後難免輪為朋友 好好聽喔 好好聽喔 陳奕迅 藍色好好聽喔 現在 經過盲聽之後 你是時候想紓解壓力 想放哪一個點唱機的聲音 出來聽呢 準備 通通有 請 聚 來 有個拚喔 有個拚喔 8 3 4 5 6 7 8 9 13 14 15 紅色的15 藍色的有26 所以藍色他們現在要打開了 我開 而且你又猜藍色的 我又猜藍色 這是一個老天爺給的信號 她是誰 請看歡迎她 藍色點唱機的隱藏歌手 就是最近剛發專輯 又當爸爸的品觀 學弟們好 好 帥哥好 帶來我的新專輯 隨時都在 I'm always here 隨時都在 溫暖的品觀 這是第幾張專輯 個人的話應該是第十 第九張 六月份剛剛當爸爸 對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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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就先看你的表演 帶來最窩心最溫暖的 好不好 讓現場所有的女性同胞 也讓我們的五位 超級社會觀察員 一起來感受一下你的魅力 好 謝謝 歌名叫做 五月天的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掌聲歡迎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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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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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歡迎 一個人在人海浮沉 我不願你獨自走過風雨的時分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承受這世界的殘忍 我不願眼淚陪你到永恆 也許未來你會找到 懂你疼你更好的人 下段旅程 你一定要更幸福封盛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一個人在人海浮沉 我不願你獨自走過風雨的時分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承受這世界的殘忍 我不願眼淚陪你到永恆 溫暖的歌你也不是沒有 可是他就不選擇自己的歌 我們完全用類型不同的感受 來做區分 你就挑了這首歌 對 你覺得這是 你老婆聽得會放鬆 還是你覺得你聽得會放鬆 有嗎 我覺得因為女生其實 她們最需要的歌 就是陪伴的歌 對 因為我覺得女生 尤其是偶爾她們壓力太大了 每次可能下班回到家 我覺得她最需要的東西 就是療癒 所以我覺得像這個歌 有一個療癒的效果 而且這歌詞真的很過分 對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所以那老婆之前上班完 下班之後也是很有壓力的話 你會怎麼樣幫她紓壓 你會唱歌嗎 我覺得一定要聽她們說話 聽她們說話 請聽 好會 品冠你好會喔 誰受得了 聽她們說話 對 真的 好可惜我已經結婚了 你幹嘛 你幹嘛跳腳 你幹嘛跳腳 她剛剛就說啊 那種傾聽啊 跟那種等待啊 跟那種對不對 那種感覺 好貼心喔 因為真的其實男生 話真的比較不 比較少 對 那我想你跟老公應該也是這樣吧 對不對 就是回到家你很希望 琵琶跟大家宣洩 她老公的話就是太少了 都是她在講 她也很辛苦 對 基本上 我們家對我的最大難處是老公 你幹嘛再多講一些啊 老公 其次如今啦 可是每個人啊 在紓解壓力的做法 不一樣 聽歌當然是一個選擇 但我們現在就鎖定在聽歌這件事情上面 聽的歌也不一定一樣 我就聽過有人喜歡在想要 忘掉一些事情的時候 她聽歌劇啊 妳知道 她聽歌劇啊 有人聽Jazz啊 有人聽小調 不一定 搖滾樂也很好 我們現在有兩種完全截然不同的東西 待會兒讓大家 感受一下她的不同的魅力 沒錯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 狂野派的紅色點唱機 又是哪位隱藏歌手呢 第二台紅色點播機 已經加滿油了 敘事待發了 她待會兒出來是整個 撒開跑出來 叮叮叮叮叮叮 她是誰 好怕是玉琳哥 Oh my God 奇怪嗎 你覺得農曆七月到了嗎 難怪玉琳哥今天沒來 怎麼辦 不會吧 來了 紅色點唱機能裡面的這一位是 去佳瑞交友不勝 大演OL變臉秀 我揣測他們會選 因為那個歌爆發力很大 你看剛剛一唱的時候 全部都 就覺得說對 趕緊 老闆 你說什麼東西 不要啦 我不幹了 然後回到家又好了 老闆打電話來 是的 沒有問題 明天早上第一個到 好的 我一直都在 我深深覺得 曲佳瑞老師最近接觸的人 有點怪怪 我不許你這樣說 紅色點唱機能裡面的這一位是 林宗欣 林宗欣 紅色點唱機的隱藏歌手 就是擁有豐富演唱經驗的 POP小霸王林宗欣 這也超級偶像的年度第三名 是的 紀君 對 有推出專輯跟單曲都有 你剛剛在裡面沒有被選到 沒有被受到他們的青睞 會不會覺得 不會因為我覺得也好好聽 如果是我我也想選藍色 我沒自己 你在這邊 你剛剛以為自己出櫃了是不是 走錯了就以為出櫃 因為我們就隔一個 你知道一片 包包的枝半 對 我就覺得好好聽 而且我還可以聽到他那個 沒有經過麥克風的聲音 是 對 非常溫暖 那一剎挪你的心情也被撫慰了 對 可是你今天奉 奉我們的製作單位之命 奉他們之命 你必須要選擇一種類型的歌曲給大家 對 其實我說真的 我覺得壓力每個人都有 但是解決壓力的不一樣 像剛剛就有15個人選我對不對 代表他們跟我一樣 就是需要解放 需要大聲的吶喊那一種 我理解了 對 你現在這一刻 現在 你就滿足那15個選你的人 是的 是不是 很好 今天帶來的歌曲是 王菲 蕭敬騰的王菲 掌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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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晃的紅酒杯 誰是燦燃的心血 那不尋常的美 難受別的罪 誰中心的跟隨 衝去浪淡的思慰 腳下踩著玫瑰 為敬意更為的安慰 可憐 像沈東的音樂 教人們這麼沉滅 不知你的香水 失去的鬼滅 鋒利的刀斷血 讓多少心腸破碎 壞到一半的滅 安慰你的秘密花園 也太美 儘管在危險 總有人看著眼光熬著天 愛太美 儘管在危險 便拼上了一切 超值千年的淚 痛太美 儘管在美味 也想像粉絲水果的滋味 也想像粉絲水果的滋味 也太美 儘管在母親 我多想勇士對隔絕世界 我的王陪 我要霸佔給的美 至於讓人家 文詞方eno ding 也太美 儘管在危險 總有人捲著眼光熬著夜 愛太美 儘管在危險 便拼上了一切 超值千年的淚 頭太美 儘管在北尾 也想唱粉色水谷的滋味 你太美 儘管在屋簷 我多想勇士對可決世界 我的王陪我要馬上你丟美 林宗欣 謝謝 你能說這種歌沒有療癒的效果嗎 搞不好也有忘卻煩惱的詞 對不對 而且把煩惱都叫出來 也是一種紓壓 他這個歌聽起來感覺如何 陳時蘭 我覺得有機會 什麼東西 因為我剛剛一直都在看 那個OL門的表情 所以說本來是沒機會是 對…因為本來不是有15票嗎 然後我就看 大概大的表情是什麼 我發現有很多人的表情是 很喜歡的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 是有一種放鬆跟宣洩的感覺 是 對 上班族女性這種東西其實 假校他們又不是不會 是專長 對 今天長官進到辦公室來 經理 經理早 事實上 氣得要吃 不可能 不可能有這種OL 沒有 我覺得他們剛剛都發自內心 尤其那個25號 他本來拍手是這樣 後來手拍到這麼高 這樣 賴雅婷是不是 對啊 都往上拍 上班族裡面也有High咖 你以為 現在提供三個機會 有誰要爭取第一個機會 來 寶媽 對不起 寶媽先舉的 來 想問誰 我想要問第二行的第一個 11號那一位 2樓 11號 王直營 科技業助 來 對 如果主管再告訴你說 你今天這個事情沒有做好 你就不能下班 如果你當下會覺得說 我今天不可能做得好 你會答應他 可以還是還是不可以 沒有 重點是 主管的態度就是這樣子嗎 我應該會跟他說我做不到吧 我就會直接跟老闆說 對不起 我做不到這樣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通常都會說我可以 但是像他老實說 我做不到的不多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面對 那個老闆說 這個工作你都做不好 寶媽 你碰到的年輕人 跟我碰到的有點不太一樣 我碰到很多 根本不在乎沒有工作的 直接說 這個… OK 你會嗎 不會 你不會嗎 沒力教你嗎 沒力教 對 實說啊 你這樣的話那你還上班幹嘛 沒力教我就不幹了 這種人還不少 我告訴你還不少 傻傻的 還不少 來 還有兩個機會 誰要問 好 不好意思 舉手最快的 來 陳彥宇 我想要請問一下 剛剛那個笑得很開心的 那個25號 賴雅婷廣告企劃 問一下 如果她被客戶或是主管 氣到的時候 最喜歡做的一個宣洩的方式 是什麼樣的活動 其實也不會到氣到 就是很緊急的事情的時候 會馬上想要出去跑步 跑步 跑步 對 一邊大奔跑的時候 一邊大叫 然後再說 謝謝 謝謝 雅婷其實是一個滿浮誇的女生 沒有 其實她就告訴我們 她要的答案 她已經告訴我們她的答案 就是這樣子的人 而且我會特別去挑那一種 我認識的人不多的公園 就是去走遠一點 然後大叫就會覺得路人也不認識我 請問一下 妳真的有認識很多人的公園嗎 也還好 就是不能離我們公司太近的 好 劉翰 金大叫請坐 謝謝 最後一個秉額 來 請教瑞 不要問我知道了 7號 7號 賴子妖 我想問一下 妳剛剛被踩在那個 中心的胯下的感覺怎麼樣 就有嚇到 有嚇到 看來 我也有 看來這個訊息很像給你很大的力量 是 我們的題目 請問 好的 題目就是 工作壓力大事 你今天工作又壓力大了 你想聽哪一首歌呢 是藍色點唱機的暖男歌聲 你一定要更幸福風聲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還是紅色點唱機的狂野男生呢 夜太美 儘管最危險 總有人看著眼光熬著夜 什麼曲風在能書解 上班族女郎OL的壓力呢 最強觀察員 請選擇 請按鈕 林中興三票 品冠兩票 怎麼會 來 張立東先說 我覺得他 應該是要發洩 然後因為你如果聽那種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那種 你可能只是沉在心裡面 然後隔一天還是會有那個情緒在 所以你如果聽那種 暫時忘掉自己的 可以比較快忘記這個煩惱 他剛剛前面講的時候 撫慰人心的效果 傾聽的感覺 每個人聽的 點頭如搗蒜 你現在就聽 也莫名其妙 沒有 其實我覺得那個 那個狀況不一樣 比如說在壓力的當下 可能就想聽一些比較 激烈的東西 嗨歌 可是像我不願讓你一個人這種 是回到家裡 或是喜歡聽男朋友或女朋友 或是喜歡那人唱給你聽的歌 就是之後的歌 而不是當下的時候很氣的時候 如果要釋放的話應該是嗨歌 是這樣子啊 對 因為問題是壓力的時候 但是劉一新不這麼想 劉一新 因為我是在外面是很女強人的那一種 所以當我已經在外面很飄悍 但是我一個人寂寞 我想要痛哭 可是因為我太堅強 我哭不出來 所以我想要聽一個很撫慰的歌 然後讓我把整個悲傷情力給拉起來 但是這個是你的想法 我們現在是要猜對面41個人 你知道因為我 你可能是凡指標你知道 但是因為我當然也要選品觀 因為剛剛品觀一唱的時候 我整個麻到頭頂 我整個 我聽那個聲音的那個共感超強的 然後如果是我自己一個人在家裡面 我一定是聽品觀 而且會一直聽 聽個十遍二十遍 一直聽一直聽 你在那個情境裡面 聽到托詞為止 對 對 要去聽一直聽 然後不斷地聽 我會一直按按再重播 一直這樣聽 可是我剛剛看了對面這幾個 你知道這些年輕的妹妹 我覺得她們跟我這個世代不一樣 她們已經是來得快 去得很快 然後她們要快速地發洩掉 快速地消化掉 然後回到家裡 有另外一個情境 另外一個感覺 所以我揣測她們會選中心的那個歌 因為那個歌爆發力很大 你看剛剛一唱的時候 全部都 就覺得說 對 趕緊 老闆 你算什麼東西 不要啊 我不幹了 然後回到家又好了 我老闆打電話來 是的 沒有問題 明天早上第一個到 好的 妳是不是精神分裂 徐家瑞老師妳是不是精神分裂 沒有啊 因為我就覺得 聽的時候妳就說 是啊 這種力量 我深深覺得 徐家瑞老師最近接觸的人 有一點怪怪的 不知道要我說誰 因為我覺得她長期 在跟那個人一起錄影的話 她的言談舉止 就會跟她非常非常相閃 我不許妳這樣說 這麼明顯 我感覺神玉玲的魂還在這兒 我來講一下我的 我在看對面這41位 大部署比較內向的 我相信每一個 每一個上班族的女生 她們都會有一個 不一定是要 要男朋友或者要老公 我覺得品觀那首歌 最感動我一樣東西就是 我這輩子聽過最感動的一句話 鄭寶怡跟我講說 好聽喔 就是在任何時候 你在很生氣 你在無助 你在工作壓力的時候 你的耳朵裡面會出現 你女兒跟你講說 媽 雖然她不跟我一起住 但她給我一句話就說 我永遠都在 那這句話給你們的心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 你們心目中 是不是有一個這樣子的人 不管是媽媽 爸爸 好朋友 兄弟 姐妹 都是 女兒 是不是 不一定要男人 沒有一定要男人 才會覺得說 我不會讓你一個人 我真的覺得 品觀這首歌讓我覺得 包括他最近這個新專輯 裡面有一首歌也是 我都在 我覺得 隨時都在 隨時都在 你知道這是 這是最讓我們這些 可能都是一個人的人 最感動的一首歌 聽到沒有 其實有的 來 好 好 拜拜 拜拜 什麼啦 我為什麼要為了節目 我變成這樣 你配合度真高 我覺得女兒就是比較貼心 你知道嗎 女兒就是會 講出這種貼心的話 第一輪國民意見大搜查 誰能率先贏在起跑點得分 誰又漸漸走向地獄呢 請舉牌 很接近耶 好 很接近耶 2 25張紅的 我的個天啊 16張藍的 我的個天啊 恭喜選紅的獲勝 林宗欣 林宗欣這首歌獲勝了 恭喜張立東 屈老師 與成家師兄弟甩先得分 現在就來聽聽上班女郎的看法吧 1樓1號的潘怡甄小姐 因為有壓力的時候就是要宣洩 就是要宣洩 就是要宣洩 就是要叫出來 就是要叫出來才會有 沒錯 所以子優被我嚇到之後 壓力是不是瞬間消失了對不對 有啊 你看那個 畫像 子優有上癮的感覺是不是 很開心 你看她笑 你笑得比我還High耶 一跨成竹 我說 一跨成竹 一跨成竹 你是沒看過的人 沒有人對你這樣走 聽到 冷靜 臉紅了 你鬆開不知道要怎麼說話 你是不是要流淚 所以你為什麼選 也是選王菲這首歌 來 就是一樣就是 嗨起來就人來風然後就好了 嗨起來人來風 那個 郭婷麗 文件處理人員 來 妳還是喜歡聽平冠的溫暖是不是 那種 那種溫柔的 抒情歌曲 就覺得抒情還是比較濃力素 把那種心理的感覺 跟著哭 對 像寶媽一樣對不對 有那種感受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但是今天 很明顯的現在的年輕人 沒有像你以前覺得說 這麼大的脆弱 感覺沒那麼軟弱 對 沒有 它可以讓他情緒 用很棒的壓力釋放掉 是 對不對 好 今天來恭喜 沒有無關輸贏 只是你們的歌曲選擇的類型 沒想到現在人喜歡這樣的類型 好不好 謝謝我們兩位精彩的歌曲 是 好 來 品冠今天是不是有一個要介紹一下 其實有一個活動 我在8月2號的時候 對 我們的助理小姐怎麼換工的 好帥喔 會換成男的 來…進來… 來…就幫忙拿著 來…幫忙拿著 好像景榮喔 對 8月2號有一個演唱會 就是售票演唱會 這一次就無關壓不壓力的問題了 不管你是單身 你是跟你的男朋友 或是跟你的老公 對 都可以來參加這個 不管是已婚未婚或失婚的 都可以來 這個七夕音樂會 單身的人呢 就去找對象啊 對啊 可以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嗎 老師要蓮花座 就是以她為中心 上下左右有全部包圍都是單身男性 還可以餵水果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 通常叫 梅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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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A.T.D.Shoebox A.T.D.Shoebox 對… 歡迎大家來 歡迎大家來 隨時都在感受愛 謝謝蘋寬 也謝謝林中心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謝謝蘋寬的演唱會 好了 最強盜國民 比女人更關心女人 進行我們今天的第二個案例 用這個角度來切入 我想想 了解女生是最恰當不過的 沒錯 甜點 甜點 是女生誰說是最無法抗拒的 對啊 而且人家都說吃飽了是一個胃 甜點還有另外一個胃 這是讓我匪夷所思的 我自己接觸美食 那麼長的時間才發現 她可以隨時說飽就飽 她也可以甜點一直不限 無限量的吃 也不知道這怎麼來的 這食量對不對 是 現在可以讓我們曉得一下 你們的辦公室裡面 最近最紅的甜點是什麼 可以讓我們知道一下嗎 布蕾 布蕾 烤布蕾嗎 對 烤布蕾 它是用團購的 還是在公司附近的一個小店裡面 團購 上網團購 烤布蕾為什麼那麼好吃 上面有脆脆的焦糖 上面是柔軟就是順口的布丁 這樣很好吃 脆脆的焦糖柔軟的布丁 所以你自己已經吃過了 Oh yeah baby Oh that's good 聽起來就覺得很正 我們這邊吃甜點 你覺得是你們覺得 視覺重要還是口味特別重要 因為我之前在馬來西亞 常常會跟一些朋友去吃下午茶 然後聊天喝咖啡什麼的 然後來到台灣 就約我的朋友 然後他們都說 然後沒有人願意陪我去 所以我大概一整年 沒有吃到一次的下午茶 然後 我可以陪你去 我在台灣很久以後 唯一一位陪我吃過下午茶的人 是戴佩妮 真的嗎 只有只有她一位 可見 你看看 能夠跟你吃下午茶 都會變天后 而且 這次進去講他就中了 對不對 我也要陪你吃下午茶 我也要 所以我覺得是視覺啦 對 因為你看到就很開心了 寶媽你們這個年紀也吃甜點嗎 非常 你不覺得我跟你一樣 上了年紀 通常都必須要有點甜點 才能提升 來 我們來看一下VCR 什麼 聊不來嗎 沒有什麼聊不來 巨聊 巨聊 請睜大你的眼睛 表面看起來是豬排拉麵 你這個蛋是什麼做的 它有巧克力 巧克力 白巧克力 豬排呢 豬排 它是一種塔皮 這真的太特別了 史上最銷魂的夢幻甜點 這位是誰 史上最難的夢幻甜點二選一 台灣人愛吃甜點 台灣人愛吃甜點 市場產值超過一百五十億元 上班族行為調查報告中 甜點購物更是位居第一名 而今天就要介紹兩款 讓你難以抉擇的神奇甜點 首先登場的 就是外型有趣的夢幻甜點 隱身在這明亮簡易的空間裡 不僅成為上班族 紓壓的好去處 行男店員 不是你 行男店員 手作糕點 愛到讓人難以抉擇的蛋糕 還有這些 讓上班族方便攜帶的外帶盒 都成為吸引OL上門光顧的賣點 但最叫人尖叫的是這個 外型有趣到不行的 豬排拉麵蛋糕 激進逼真的豬排 蔥花 荷包蛋 全部都是甜點耶 但嚐起來的滋味會是如何啊 現場的OL們 準備尖叫歡迎吧 歡迎我們的店長林煥還有主廚陳彩智 是不是 可以介紹一下這長得太特別了 這是什麼 這是麵嗎還是什麼 這是什麼 表面看起來是豬排拉麵 表面看起來 裡面在拉麵的下面 不是啊 它有麵有蔥有蛋有豬排 你這個蛋是什麼做的 它有巧克力 巧克力 白巧克力 這個蛋是巧克力 對 它巧克力做 豬排呢… 豬排它是一種塔皮蛋糕 然後那個拉麵是什麼做的 拉麵就是那個豐糖奶油餡 豐糖奶油餡 對 裹上那個豐糖凍 對… 是不是 就呈現像湯汁然後湯麵的感覺 它的層次其實滿多的 它底下是塔皮 然後再來是戚風蛋糕 戚風蛋糕 香草 戚風蛋糕 香草 戚風蛋糕 然後讓它有蛋糕鬆鬆軟的口感 這個是陳大廚發明的對不對 陳師傅 你看起來也相當年輕 對… 30歲了 這靈感怎麼來的 鹹的開始想 想做點特別的 對 怎麼豬排拉麵這是什麼靈感 就有一天後來想到豬排的感覺 想到豬排的感覺 然後又想到拉麵的感覺 對 呈現在蛋糕上面 好像還不錯 對 就是吃了應該不會太吐才對 對不對 不會太噁心這樣 對 這太特別了 這真的太特別了 1 2 3 4 5 6 不好意思 那個也請我們的帥氣的助理小姐 先生 帥氣的助理小姐 我們真的有 一人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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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特別挑這麼高的 跟你們的桌面好配合 妳吃到的感覺又是什麼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來 她非常的綿密 妳不會覺得像一般女生吃到蛋糕 會怕她太甜太濃妳好像會變胖 她的整個的海綿 跟整個的上面的那個奶油 非常的柔軟 下面那個蘋果弄得恰恰好 它帶有一點點 深深甜甜的 綜合那個甜度 整個的柔軟度 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上面那個柔滑的感覺 順著妳的喉嚨這樣子滑進去 Oh my God 好幸福 停 太美好了 她實在是太浮誇了 真的 你們吃吃看 然後下面那個脆脆的那個杏仁 美食界的大佬寶媽妳怎麼說 我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喜歡 用蘋果做甜食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它有時候有點過了味道 妳吃進去跟妳的戚風蛋糕是 化掉的 完全 換妳做結尾了 因為妳已經吃掉一半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妳剛剛晚上發生 妳剛剛晚上發生什麼事 真的很好吃 妳可以說一句嗎 真的很好吃 剛剛你們都講我都聽在耳裡 我真的很認同 而且我剛剛想那個 很像吉利丁那個東西 其實我是也怕那個東西的 但我發現 有它在 整個口感變得很濕潤 不會乾 沒錯 然後底部的那個杏仁片 我的媽很對我的味 可能我年紀到了 我懂得欣賞杏仁的好了 這時候不用和聲了 真好吃 然後它的那個奶油 也不會過於油 然後甜度真的 甜度酸度 我真的一切搭配的 怎麼這麼剛好 剛好到妳可以 一口又一口的吃 很棒 很創新的口味 它那個戚風蛋糕的綿密 因為它是討喜的來源 可是一放到嘴巴裡面 馬上噴灑出來的是 類似黑糖的蜂糖香味 這蜂糖香味對整個口感 分解唾液 很好的做法 你們會覺得舒服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甜力剛好 對 蘋果的酸剛好可以刺激味蕾 讓你會覺得有平衡感 不至於讓它一路甜到底 然後這個蘋果 讓你覺得中間 口感裡面會有它的咀嚼上的趣味 真的很舒服 杏仁片的香味非常的… 我覺得點得很好 我覺得你不錯 謝謝 你在這做甜點之前 你應該研究了起碼 有七八年了吧 很久… 我覺得你應該也很喜歡做紙娃娃吧 因為我覺得這手 這功好細喔 做紙娃娃 所以這都是師傅您設計的嗎 是 所以你就專門設計甜點的 對… 除了這個之外 有沒有哪一個也是OL最愛的 熱門甜點 第二個應該是小花甜 介紹一下 看起來好好吃喔 泡芙 泡芙 對 那個卡斯達醬這樣 不是 我們是用那個 鐵拉米蘇的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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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搭配新鮮的水果 你用鐵拉米蘇的餡 搭水果啊 對 然後裡頭還有一層 就是每季的水果的一些醬料 我覺得你是天使 那是卡斯達醬嗎 這是鐵拉米蘇 鐵拉米蘇鮮 會比卡斯達還更香一點 怎麼樣… 芒果 好好吃喔 那這個是脆的嗎 這個是濃脆的嗎 沒有 它會稍微帶一點軟 帶一點軟 怎麼樣… 對… 你這個很要命 我是不太吃甜點的人 我覺得我快停不下來了 它很過分喔 它那個小花圈非常的過分 可是這要怎麼吃 它一起 因為它這個泡芙 你壓這樣 稍微像慢慢看薄一樣 我們先煮食我想吃一口 因為我今天感冒我想吃一點甜 需要熱量補充 我們也沒有 我在這邊吃一口再聊嘛 我們好餓 那我們先歐咪一下 我覺得它的甜點 視覺上 如果你對於像剛才像曲家瑞老師 這種人 畢竟有一些人是不敢嘗鮮的 所以我沒有吃過 沒有看過的 基本上不太會碰 而且光看呢 現在虛有其表的甜點一堆 對 然後吃到後來嘴巴裡面 吃了一口兩口就後悔 後悔有沒有 這種人大有人在 太好吃了 妳能夠吃到像動物園的海鴿 我真的不容易 妳怎麼會這樣 不是 這口是… 怕老婆 妳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現在芒果就中心耶 選芒果就對了 好 請相機妳所看到的 因為基本上 Selena雖然誇張歸誇張 但是碰到 女人碰到甜甜 基本上就有 就會有一種無可救要的妥協 沒錯 妳剛才妥協了 我妥協了 來… 不是這種 妳回去如果不洗澡我就打妳 我跟你講 衣服不行 衣服不行 起來是小心點 剛才我們說了有兩種 甜點有兩種 一個是視覺的 一個是口味的 都很特別 如果視覺妳看了這麼的滿意 口味上應該更有趣吧 是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請看VCR 我們今日的夢幻甜點就隱身於此 但想一窺就近 必須先通過第一道關卡 畢竟這棟有著82年歷史的老建物 無法一次容納太多人潮 想吃到美食 麻煩排隊進場啊 保留原始的空間格局 並在廊上掛滿象徵 鳳凰花開的蕾絲布裝飾 最特別的就是這以指針 顯示樓層的仿舊裝置 在這充滿古異的環境中 我們的夢幻甜點出現啦 董太太你好 歡迎光臨 現場的OL們 你們是不是很想趕快吃吃看 打卡PO炫耀文 或是帶回辦公室 好好享受一下咧 究竟珍珠奶茶蛋糕 是什麼樣的滋味啊 珍珠奶茶耶 對 剛才看到了紅色的這個部分 是屬於視覺的趣味 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個 豬排拉麵蛋糕 聽著名字非常的聳動 但是它的甜到甜在心 而且舒服得不得了 但是藍方這邊 陳柏妍 陳師傅掌聲歡迎 陳師傅您好 大家好… 陳師傅好 這邊強調的是口味上的特色 是 這個就是珍珠奶茶蛋糕 珍珠藏在裡面 珍珠藏在裡面 珍珠在裡面 大波霸…珍珠 大波霸 對 這個就是 這是你發明的嗎 我們研發了兩年多 研發了 所以有難度囉 非常有難度 我們從2011年開始 研發兩年的時間 茶葉 奶油 雞蛋 麵粉 還有紅茶 已經耗費了上百公斤以上了 是因為珍珠嗎 是 因為珍珠以往 如果說進到冰箱 它一定會變硬了 它的剖面長這樣子嗎 對… 可是我們沒看到珍珠 在裡面… 有…看到 所以蛋糕體裡面沒有珍珠 蛋糕體是用紅茶蛋糕 你現在看到黑色顆粒這個是 紅茶的碎屑 所以它會有茶香 應該這個剖一半有 紅茶是台灣紅茶還是 南投那邊的紅茶 對 相當有名 對 非常有名 那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請到我們 美麗的助理小姐 來幫我們分配一下 OK 那珍珠本身它的口感 是絕對致命的關鍵 要好或不好 成也是珍珠 敗也珍珠 還有內餡 內餡是紅茶奶茶的內餡 珍珠都被你催眠了 真的喔 謝謝 我看妳被催眠了吧 沒有 真的 因為珍珠在一個沒有睡得很熟 又沒有… 珍珠沒有睡得很熟 它真的是豬啊 珍珠淺眠是不是 就是在淺眠中 對 就是多純了 它不硬 它又不軟 它又不Q 又沒有很那個 就剛剛好 它的口感跟那個蛋糕是一樣的 很新鮮的珍珠 你如果沒有講 我們幾乎才有不出來 好棒喔 因為之前我們台灣 就是最出名的珍珠 是用會Q 就是會有一點硬硬那種感覺 但她選擇這個珍珠 是比較 好嫩喔 對 滑滑滑滑的那種感覺 而且我覺得她那個蛋糕上面那個 那個茶…茶屑啊 真是加分 很香對不對 而且那茶屑是小小 一個小小 很小很小 比小顆粒碎片還要小 這樣一下 最後的 對 完全不會在你嘴巴裡面 造成任何阻… 毛雪你不會造成 你會猜是布丁嗎 是年糕嗎 到底是什麼 你不知道 那是什麼 QQ的 這個叫做 水果千層蛋糕 水果千層 手工菜 有奇異果 火龍果 各種水果 芒果 這水梨嗎 蘋果 蘋果 那紅紅的這個是 紅紅的是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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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是芒果對不對 對 5種水果 5種水果 水果千層那個 水果千層趕快吃 告訴我水果千層的感覺 初戀 就這樣 初戀 早路亂走 對 我要來吃這一個 真浮華初戀 因為妳有很多期待 然後妳認為很多星星 湧上真的很棒 她很濕 是快樂的 她是Happy 是非常非常快樂 Selena 妳的吃… 整桶 她這邊真的是很害怕 那麼敢不敢補充 你為她們去吃 我也想來吃 5種水果 而且誠哥非常適合 5種水果都吃到了 這麼潮溼台灣的夏天 非常適合 她很乾很清爽 很涼快很舒服 對不對 誠哥 誠哥 我不知道你吃甜點 這麼涼 你沒有手嗎 你不能這樣抓起來 這樣一口吃嗎 好好吃 就這樣被你征服 就這樣被你征服 看她眼神 放前進去做完 好深情寬寬 那邊喝 我會不會 不適合 這不是流香嗎 它跟哪有 那邊喝 我以為 我以為 這是發過來的毒 好 沒了 它真的吃起來就是一個舒服的感覺 而且師傅妳很厲害 它這個溫度是剛剛好 沒有那麼冰又沒有那麼不冰 這太講究了 而且它的皮很薄 剛剛好 妳不能吃太甜 水果不甜… 沒有 但是她的蛋糕是不甜的 完全不會太過於甜的 因為她今天咳嗽我 但因為她吃太甜的話 她怎麼沒有看妳的顏色 因為 沒有血 上班族女郎愛放閃 Selina無奈變怨婦 她會每天跟我打 兩個小時的電話從上海喔 我洗完澡 她幫我吹頭了吧 怎麼看 拜託我老公從來沒幫我吹頭 親愛親我就好 這兩款打破傳統視覺 與味覺的蛋糕 讓觀察員決定好好問問 上班女郎們的意見 我要問第三排二十二號 小夏 我想要問一下你到甜點店 當你看到那個甜點之後 你會不會拍照上傳 然後給你朋友 所有的朋友圈 告訴他們那個甜點 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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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台灣人嗎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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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看嗎 你自己看嗎 我PoFacebook Facebook Facebook 沒有 你不懂嗎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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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是不是拍得自己看 還是給別人看 自己看 自己看 OK 第二個名額 徐家瑞要問的誰 我要問那個 我有殯葬葉是不是 是不是什麼葉 有的 24號 王如沛 我想問 殯葬葉 真的 你… 你上一次喝珍珠奶茶是什麼時候 上個禮拜 OK 那你上一次吃 不知道 OK 厲害喔 好準喔 好 第三個名額 寶媽想問誰 我問第一排的4號 我想請問你 你覺得甜點 奶油重不重要 通常奶油重要 但是我比較傾向就是 沒有鮮奶油的 所以你 反而她不喜歡吃鮮奶油 所以有些女生也不愛鮮奶油 有些女生 因為她們覺得鮮奶油 真的會負擔太多 對 熱量 她們只要聽到奶油就有距離了 對 然後她們就有可能會撥開 撥開 但是像我們就覺得 奶油是甜點裡面的 一個靈魂 你少了這一樣 什麼都不對了 三個名額結束 現在你們必須揣摩 紅色的豬排拉麵蛋糕 和藍色的珍珠奶茶蛋糕 誰今天會是辦公室裡 團購大家想買的那一個 所以題目就是 辦公室要團購的時候 請問你們要團購的 是 豬排拉麵蛋糕 還是珍珠奶茶蛋糕 請選擇 請按鈕 珍珠奶茶蛋糕 比較多呢 為什麼 珍珍 我想要團購給我全公司的人吃 因為我剛吃了之後 覺得太好吃了 因為它比較適合 就是大家一起吃 然後在辦公室吃 或是帶一個回家 這樣子 對 整個的 反而紅隊的 我覺得我會比較極向 去現場 去咖啡廳或去咖啡廳 坐下來吃 曲家瑞不這麼認為 終於分到揚鑣了 來 不是 因為我在想說 如果公司團購的話 一定是網路上爆紅的那個 爆紅的那個一定是很少很少 很罕見的 然後數量要到一定的程度 我剛剛在想說 他們剛推出來的時候 我如果沒有吃的話 我一定是選這個 因為這個太漂亮了 而且它很精緻 我看到的話我就想猛拍 然後分享給我們公司的同事 然後我在想 對面的妹妹們應該會選這個 世上最難團購甜點二選一 豬排拉麵蛋糕 搶眼獨特的造型 滿足視覺上的享受 多層次口感更讓人愛不適口 珍珠奶茶蛋糕 松軟香醇的紅茶蛋糕 搭配口感Q彈的珍珠 每一口都讓人覺得幸福 一邊是視覺上的享受 一邊是味覺上的滿足 41位上班女的OL 到底想團購哪一種呢 紅的 紅的啦 滿的喔 緊張緊張 哪位觀察員最懂OL的 這回合會是誰擁有 天堂與地獄的門票呢 豬排拉麵蛋糕獲勝 恭喜兩位手女觀察員 各得一分 而天啊今天怎麼了 許老師目前暫時領先耶 國民意見大搜查 我的寵愛系男友 來看看 關於男朋友 親密的愛人 我們的OL想的 跟我們想的有沒有不一樣呢 是 好 現場這些應該都交有 豐富的戀愛經驗 不一定豐富 就一定有過戀愛經驗 男友對你做過最貼心的舉動 是什麼 321號 陳麗君小姐 來 福倫社的執行秘書 最貼心的部分我覺得是 我洗完澡 她幫我吹頭髮 怎麼可能 我上次節目才來 有一個人吹頭髮那個啊 真的喔 小可啊 他拍照的 拍照的 他希望的那個氣息 熱戀期結束就不會這樣做了啦 拜託我老公從來沒幫我吹過頭髮 許可最希望的 就是阿Ben可以幫他吹頭髮 這是一個很溫柔親密的小動作 對不對 對 他就因為這樣拍了一張美照 那美照拍得挺舒服的 很漂亮 看到女人這樣子洗完澡 就是女生洗完澡都好漂亮 然後放鬆以後 然後有這個男生幫他吹頭髮的感覺 很溫柔 很貼心 那妳希望她偶一為之呢 還是每個禮拜都有一次嗎 偶二就可以 偶二 每個禮拜一次不行 因為其實自己吹頭髮最快 男人吹頭髮 萬一捲進去那裡面 不夠專業 對不對 吹得可能很毛躁啊 妳喜歡這個吹頭髮的原因是 我覺得就是說她特別關心就是說 她怕我頭髮如果沒有吹乾 頭會痛 她希望我說在年輕的時候 就要照顧好身體 這個是曾經的男朋友 還是現任的男朋友 現在 真愛嫁了啦 真愛 猜過分了 要放閃啊 來 四樓 40號 玲玲 她會每天跟我打兩個小時的電話 從上海喔 對 真的每天兩個小時 對 而且三個小時的Line 三小時的Line 三小時的Line 然後再兩個小時的電話 對 每天嗎 請問一下她 請問一下她人在上海當街友嗎 她沒有事要做嗎 她不用忙什麼嗎 她很忙 但是她一定會抽空打電話給我 只要有時間她就會打給我 妳的男朋友還是妳的老公 男朋友 可能剛認識沒多久吧 我想也是 熱戀情 對啊 熱戀情 可能她的笑聲就會知道 電話都不打了 怎麼會喜滋滋的這樣子 男友對妳做過最貼心的舉動 為什麼 曲家瑞 好 有一個好了 她每個國家的人都可以講一個 你要講奶 就是在紐約大雪的冬天2月 我們就在那邊逛街在走路 然後天氣就是滿冷的 然後我好像打了一個小噴蹄 還是我忘記我怎麼了 她就把我 就叫我停下來在路邊 然後就幫我把我的大衣的扣子 從最下一個扣到最上面一個 把圍巾放在裡面扣得緊緊的 你知道 當時我就感覺 天啊 我就感覺 你可以想像這是一個爸爸 會為女兒做的事情嗎 然後是我男朋友 然後他把我的那個大衣的那個 那個皮帶幫我拉得很緊很緊 腰帶是不是 對… 整個都綁好了 穿戴好以後 然後就把我推到那個巷子裡面 推到巷子裡面怎麼樣 街頭啊 就 對啊 就KISS了 你說 超浪漫的 超浪漫 那超浪漫 紐約妳可以感覺到 就是妳知道 就是我們都想像 會在路邊被穩的那個感覺 真的 有這樣子嗎… 對啊 我根本不能夠 怎麼樣 因為我的手已經被那個大衣綁起來 所以我不能夠在那個 好浪漫 寶媽曾經接受過最貼心的舉動是 太久了 想不起來 沒有… 兩年前我就跟 一起去澎湖玩 然後就海調 然後想不到我就暈船了 就吐得非常嚴重 就必須把那條艘船馬上回去 回去岸邊 那你知道通常 因為暈船吐的人 通常都會變成肚子痛 肚子痛你就想要上廁所 然後你知道澎湖一到晚上 要上廁所的地方很少 我們只好去一個大廟 借他的公廁 我覺得這一點看在心裡 我不曉得你們大家 對這個的定義是什麼 我沒有碰到會對我勇吻的男生 但是他就衝軍去公廁 那我想說我要上廁所 你怎麼會先衝進去 他就去拉一些衛生紙 把廁所擦一遍 擦乾淨 我的腳已經捲成麻花了 好甜蜜喔 然後她堅持要擦乾淨 妳覺得 我講真的 我跟她講說 快一點 我好痛 等一下 等一下 好啦 這很貼心 劉怡心 來 換妳來 快點 我覺得我遇過最浪漫 跟我現在最…最想要的事情 我覺得那沒有男生可以做到 就是他們只會在初戀的時候 或是剛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抱著你睡覺的時候 會整個晚上把你抱著 然後你的手就會靠在 你的頭靠在他的手上 整個晚上去摸你的頭 或是摸你的背 整個晚上 就是睡覺的時候會鴻下去 沒有睡著 整個晚上 就是鴻你睡覺 然後等你到睡了之後 他還是抱著你 或是你起來半夜走 他還會抱著你 捨不得分開… 對 那種就黏在一起感覺 可是真的是那種熱戀情一過 對方就會說 手會麻 手會麻 要睡覺了 就是你睡過去 我沒有遇到一個男生 可以就是一直這樣子的 我終於發現現在的女生 好喜歡做夢 劉怡欣 我覺得 所以就單身了 所以單身了 就是因為一直在做夢 一直在做這種夢 我不騙你 你永遠都找不到男生 而且… 不要這樣 都是這首歌 拍的這個原唱也是單身 窮外星男友比超人還好用 會讓你覺得到17歲的感覺 我可以達成你所有任何的需求 我會從時間感覺到B4B7 我會一直緊握著你的雙手 歡迎許宏麗先生 歡迎 對摩羯座的0204 歡迎他出來 姐妹們今晚想帶誰回家呢 今天我們特別找到了兩媒男性 她們擁有不錯的外型 稱之上算是美男子 簡單說帥哥 好的 她們基本上還有頗瘦女性喜歡的 特長 特長 不是特別長 是特長 專長 都滿吸引人的 我們必須賣個關子 不能說什麼 好 賣個關子 好不好 來看她們VCR的介紹 關於她們的專長 有一些提示在裡面 辦公室女郎 工作上經常性的緊張及壓抑 需要透過生活上的調劑 才能從負面情緒中獲得 暫時的釋放 這時候 多不希望身邊有個多才多藝的伴侶 再加上一個令人融化的微笑 好 那真是無比的奢侈享受 今天現場就來了兩位來賓 誰能成為OL心目中的好用男友呢 一號好用男友登場 大家好 我是熊蜜 今年三十歲 星座是天敵 身高一七六 體重五四公斤 體育系畢業的弘利 最喜歡的運動是羽球 家中從事糕點生意的他 一大早就會開始幫家裡製作 當天要賣的蛋糕 有活力又具備鮮細心思的弘利 究竟他的好用特長是什麼呢 臉 是人與生俱來的交際管道 美麗的容貌更是獲得他人 關愛與獎勵的捷徑 而弘利的特長正是與臉部相關喔 提示一 我可以讓你得到十七歲的感覺 提示二 提示二 提示三 剛開始的時候會有點痛痛癢癢的 但是結束之後會讓你關掉一整天的肥肺 像我這樣的類型你們喜歡嗎 身高一百七十六公分 今年只有三十歲 三十而立的他天平座 條件非常的好 竟然會有點痛痛癢癢的 你看這個感覺多麼吸引人 好不好 趕快來歡迎許宏麗先生 歡迎 你好 大家好 許宏麗 剛剛那前面的提示因為跟臉有關 是 而且長時間感到彼此的呼吸 光這個就受不了了 太閒絲的提示了 對不對 請問客人通常用哪一句話 讚美你的特長 就是好溫柔 一般的人會覺得他會很殘暴 然後我的話是比較溫柔 怎麼叫一般人覺得好溫柔 咱們用殘暴的 就是 同樣的這個東西 一般人做得有點殘暴 而你的特殊之處是很溫柔 對 就是慢慢來很溫柔 慢慢來很溫柔 他 請問他是做什麼的 有一種那種骨髮瘦臉打 幫你整骨頭啊 推啊 就是會 就是拍打你而已 我的好痛 瘦小臉的 對 那個按摩下來臉會小個半寸 會小個半寸 而且會痛 有沒有別的有別的想法 張立東 猜一下 我大概知道了 八九不離十 好遠喔 碗面 碗面 你怎麼亂猜 怎麼會有什麼可能他做 他30歲耶 對啊 他不是50歲的搭阿姨大姐 沒有…你錯了 現在在夜市做班名的 很多都是年輕的男生 真的 你也在夜市管過臉啊 沒有 就是你 反正你經過 你會發現 以前班名不是都在公園 然後不就是都是阿姨和阿嬤在那邊 班名 怎麼會是男生 怎麼可能 是媽媽市場 現在市場不一樣 所以你也認為是班名 不 刺刺痛痛的啊 我覺得是 腳底按摩 可是他說臉耶 這位能讓你回到17歲的寵愛系男友 他的職業到底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讓你 你 可以擁有細緻臉龐的晚臉師傅 現在我們就讓一位上班女郎 來感受她長時間呼吸的寵愛囉 好 你這個是怎麼來的 這個 這個嗜好怎麼來 這個興趣是 我就是從小就喜歡拔鬍子 從小就有拔毛的習慣 對 拔誰的鬍子 拔鬍子 對 就拔自己的啊 難怪你也沒什麼鬍子 曼明玩了幾年了 兩年多 才做兩年了 對 父母親他們知道嗎 他們知道 然後可是他們不喜歡 不喜歡 覺得娘炮對不對 也不是這樣 他們覺得一個男生 然後在路邊幫人家玩 很奇怪 而且有點丟臉 沒有啊 就剛開始 剛自己創業的時候 那是創業啊 之前是那時候創業 剛學會的時候就創業這樣 那你一次玩可以收多少錢 他們現在大概都是 200到300區間 那花多少時間 大概2、30 玩一張臉不用半小時 習慣班民的人呢 他們都一定會固定做班民 那多久要玩 對啊 玩臉的話我們都會建議 不要超過一個月 你都是兩個禮拜 到三個禮拜 就要回來 因為你等毛都長長了 變多的時候 你再來玩會很痛 那毛會不會越晚越粗呢 還是越晚越細 問得很好喔 你用刮的 它才會越來越粗 你用碗的話 其實它會越來越少 對啊 因為它是連毛 它連毛跟拔 連跟拔起的 對 它不會留一半 留一截在裡面 沒有 你用刮的話它就是 刮的話只有表面刮掉而已 對… 碗的話是連根拔掉 對 所以碗會痛是正常的 可是那個痛的程度 可能就要看一下手法之類的 學人 他是連根拔起 沒有…沒有蔓民過的人 真的很痛 一個月後才會長出來 你 你很耐痛 那就好 可以把第一次獻給了你 OK 這有點像彈棉被的感覺 什麼感覺 因為這是碟式碗面 所以有那種彈力的感覺 像割草嗎 它棉線這樣卷 割草 所以會把毛卷走 是卷走的 對 是卷走的 現在感覺怎麼樣 真的還滿痛的 什麼都不知道 眼角的路徑 眼睛附近比較嫩的 還有這裡 還有嘴巴 這些都是神經比較多的地方 而且比較嫩 什麼樣的痛是像掙扎 還是像橡皮筋彈你的臉 我覺得它第一次弄下去 那一刻是最痛的 多痛 什麼樣的痛 你如果拿橡皮筋 去刮你的皮膚那種感覺 就是那個毛被 就是捲起來這樣子 對 清楚的感覺到 是一種拔毛的行為 對 這有手毛可以拔嗎 我有玩過 手毛 腳毛 真的 真的假的 男生出毛可以超多毛 你服務的項目還滿廣的 只要是毛都可以 只要是毛都可以 那毛不管粗跟細 都是一樣可以拔起 這怎麼好意思 如果你太長的話 要稍微修剪一下 常委員的毛多 臉大 臉小的家庭都一樣 不會說男生的毛比較多 可是基本上 男生毛它比較粗 所以有時候會一直斷線 斷線就浪費時間 時間就金錢 所以男生正常會多五十塊吧 男生多五十塊 你為什麼要多五十塊 你用釣魚線啊 因為這是綿線 它比較不會造成臉上過敏 摩擦 對啊 我剛剛說的那個釣魚線的 可能性大不大 那不行 那夾不起來 因為我們這個有線徑 除別的地方 你線越粗的話 其實碗越不乾淨 因為我還有一個 準備一個紅色的細線 更細 更細的 更細要拔什麼呢 為了什麼 我們出現是碗長毛跟粗毛 那細線的話就是寒毛 寒毛 所以它這個感覺會更強一點 好嗨喔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 這位氣質系的上班女郎 在碗臉後的改變吧 這時候在擦什麼 復原的東西是嗎 正經的 儒惠 臉好像還是有點紅紅的 妳今天有化妝嗎 有 剛剛卸掉了 妳整張臉都卸掉了嗎 卸一半而已 等一下馬上就可以比較出來 有妝應該皮膚看起來更好 但是熟料它 碗了面 把寒毛拔光了以後 再擦上了儒惠整個痛量的程度 我有美容餅 美容餅機 美容餅機是不是 對… 來…很快 現在馬上正面 對 就這樣子 好 看前面 為什麼眼睛看起來比較大 法令文比較輕 感覺晚上那邊臉變小了 為什麼 他的額頭比較明顯是 這邊有很多小小的黑黑的毛 是的… 是不是 這邊其實他是 你說得對 我跟你講你回去之後 你一定可以感覺到 這幾天你的這邊臉會變白 你要趕快去找他 因為臉色已經不一樣 你的意思是 今天他只做一半喔 你等一下會負責嗎 我們要負責 對… 另外一半收一半 我們跟人家借場地都要還原的吧 還有 做一半的 因為他的黑的寒毛 你知道寒毛怎麼樣 終究是毛 它就是黑色的 另外一半什麼時候去你知道嗎 另外一半就是看緣分 沒有…沒事… 那我想問 那妳自己現在摸摸看 妳可以感覺到 妳的皮膚很嫩很嫩嗎 妳摸得出來嗎 感覺得到對不對 我覺得有耶 有喔 對啊 什麼感覺 因為剛剛就是真的覺得毛被拔起來之後 因為剛剛在後面 他說會比較好上妝 之後的話 就是妝會比較服貼這樣 感覺好像很慢了 對… 加上擦了蘆薈之後 就會覺得很舒緩 很順是不是 像Baby的… 那樣… 妳… 屈家瑞也叫冷靜一點 這次看就知道 像Baby 好的 謝謝 我們第一位OL已經享受完了 謝謝謝忍 謝謝… 謝謝 曲弘莉 一雙隨時可以為妳玩臉的巧手 女孩們 是不是覺得備受寵愛啊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 第二位寵愛系男友 我叫做0204 33歲 168公分 60公斤 我的星座是摩羯座 然後血型是A型 具備設計專長的0204 平常喜歡作畫與看展 玩車與兜風 更是他熱愛的興趣 機車上的圖騰 也是出自他的設計喔 奔放且具創造力的0204 他的好用特長又是什麼呢 肢體 人體最誠實的部位 其中 手能夠表現最多情緒 與他人做最直接的交流 而0204的特長就在於 手 提示一 我可以達成妳所有任何的需求 提示二 我可以讓妳在一個月內的時間 都充滿了非常好的心情 提示三 我會一直緊握著妳的雙手 所以希望我可以請得妳喜歡嗎 手的保養 我們今天可不是說 猜猜誰是真的誰是假的 我們今天都是真的 她的工作都是對女人有幫助的 是 剛剛都是保養 第一個在保養臉 第二個在保養手 她是做什麼的你認為 來 陳詩安 刺青絲嗎 對 因為她剛剛有那個很會畫 畫圖頭 然後她的樣子也非常的有 助老師的樣子 對 沒有個性 她說會讓妳心情好 但是刺青不肯指針 刺青不肯指針 會不會是做指甲的人呢 她設計指甲造型的嗎 有可能 中間的三位女性朋友認為是做指甲 美甲師 美甲師… 美甲師長那樣 美甲師長那樣生意就爆 爆掉了生意 誰不想讓她握了手弄啊 我告訴妳現在 現在的行業真的就是不一樣 你們都會覺得她像這樣子 怎麼可能做美甲 但是我告訴妳 她就是現在有很多這種 帥的男生當美甲師 她的生意就超好的 真的 或者是手相師 看手相 對 他們一直握著你的手 摸你的厚度 算你的命運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身高168公分 今年已經33歲了 這位摩羯座的0204 歡迎她出來 好可愛喔 這位手長過膝的朋友 看來妳的手相當的厲害 而且妳的刺青很酷耶 妳的把左邊的袖子撩高一點 刺青曬傷了耶 對啊 這是曬傷 這顏色是曬傷的還是她本來就是 她是曬傷的 這是曬傷的 屁啦 到底是真的假的啦 是曬傷啊 曬傷 那為什麼右手沒有曬傷 不是紅色的健身 是真的曬傷 沒有啦 是顏色啦 紅色的健身 這是她的樂趣 好 這個妳從事的是手部工作 客人通常用什麼樣話來讚美妳呢 手很巧 對 手非常的靈巧 沒錯 妳跟我進來一下 幹什麼 幹嘛 為什麼 妳喜歡手很靈場 陳誠哥 阿咪老師 妳這個歌接的這邊太不應該了 沒有妳在我有多煩惱 這位讓陳誠哥動了煩心的寵愛系男友 她的職業到底是什麼呢 世上最下惡選一 真功過程崩潰啦 妳比較喜歡像 陳誠哥這種壞壞有仁愛的 男人型 還是像世安這種 好男人型 妳這個怎麼比啊 一個比較老 一個比較年輕 我還沒死呢 我還在這兒咧 我該需要的 我真的 其實有點不太喜歡 徐家瑞 妳會選陳誠哥 還是選陳誠安 都還有錯 妳何必嗎 第二位登場的寵愛系男友 男逃觀察員的火眼晶晶 她就是讓女人 可以擁有好心情的美甲師 現在她要幫一位幸運的 上班族女郎OL 來彩繪指甲喔 妳真的是做美甲的耶 而且這個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她的作品集耶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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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上面那一排也是 全部都是娃娃的 太可愛了 那妳畫的工很視野 妳把她熊麻吉拿出來 熊麻吉那個 她給直接躺起來 然後我覺得熊麻吉這個還好 我覺得這個比較細 比較誇張 那個貓咪 對… 這個太細 這個狗耶 好高耶 這個男生的手 瞧起來比女生還要厲害 她藝術心好高喔 藝術品 藝術品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做刺青師傅耶 對不對 其實 可是我不喜歡跟 男生接觸 沒錯 老半天是濕 是濕心啊 等一下… 那你一天可以美多少指甲 一天 因為這個做一雙手時間比較長 可能一天的話就 大概要差不多四個鐘頭左右 一雙手要四個鐘頭 那收費多少 你要畫十個手指頭耶 那收費多少錢 收費的話差不多 兩千八到四千多 四千多 一個只夾四百塊 因為他每一隻要彩繪啦 對不對 你也可以不要彩繪啊 如果你上面再放一些水鑽的話 可能要七八千塊 像我看到這些圖案啊 假設這個少女系的好了 這個一個要畫多久 這個一個夾片 那個的話 一個差不多要一個鐘頭 對 你看 慢工速器我 你這顏料要去哪裡買 顏料我們都是跟日本進的 那你畫過最難的圖案是什麼 最難的喔 會指定嗎 可以指定 對啊 之前有人指定過 像 就畫一些鋼鐵人 搭配實飾 鋼鐵人 就整個手 每一種都不一樣 怎麼會有人想要在自己牙上面 弄個鋼鐵人 很帥 很旁橫 目前看不出來他綠色打底 然後用白色再做一個底色 然後上面弄了一個黑色的圈圈 像眼睛的東西 目前看不出來他要做什麼 估計應該是一個 可能是五尾熊這一類的 剛剛那個碗面 他說他媽媽沒有很喜歡他做這個行業 那你的家人呢 家人一開始 一開始當然會覺得 男生怎麼會做這個 對 好好的畫圖不去做 幹嘛去做這個 興趣是相關的東西 後來看到作品 就是還是滿直直的 你插透明器 你要收尾了 對啊 已經做好了啊 做好了 這是什麼 這個是三眼罐 好可愛 我看到 文具總都有 對啦 那一隻 很可愛 我覺得他好厲害喔 你知道這位女生她的手指甲 是很小顆的 小… 小的手指甲 是最難最難做指甲才會的 對 很難畫 所以剛剛屈老師 一直在看自己的手指甲 然後我就想說 屈老師你不用想 你的手指甲跟小孩子一樣 你怎麼可以去做指甲才會 只能做一隻怪 他看到他那麼帥 他就一直看自己的手指甲 我就一直看 放不下去 霈雲 間短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剛剛整個被操作的過程 我其實像做美甲的話 我是真的第一次給男生服務 對 通常是沒有的 那當然會心情會 愉悅 愉悅 對 會害羞 下次不會排斥給男生弄吧 還是會 還是會排斥 還是會排斥 妳會覺得這樣子 妳會覺得這樣化解了 會產生感情嗎 不至於 不至於 只是就是 沒有辦法好好地溝通 覺得女生還是自在 對 女生可以聊八卦 坐仔細聊八卦 聽到沒有 我會努力 妳認了好不好 你倒是可以開發男生市場 因為現在也有男生會開始做 真的 對不對 真的 納豆也會做 妳都會想要嗎 晨晨哥 佩芸先回去休息好不好 晨晨哥現在來做了 來 請坐一下 來 謝謝佩芸 謝謝 恭喜 祝福 兩個人現在呢 一個最溫柔的男人 最特殊專長的男人 對每女人的美 都相當的有貢獻 不管是臉部的 或者是手部的 紅色的是許弘莉 藍色的是0204 OK 是 你們現在一樣有三個機會 可以尋找意見領袖 看看他們的答案如何 來 張立東 我想問15號 來 二樓的15號 曾孟佳 你在找對象是嗎 沒有 因為她的攝影師跟我比15 OK 好 攝影師找對象 然後這麼像這位 做國貿的曾孟佳 什麼問題 我想問就是 就是假設你就是服務的人 是男生的話 你希望她話多還是話少 男客戶話多還是話少 我喜歡話多 喜歡話多 比較不會無聊 對 我喜歡有話題可以聊天 才不會尷尬 所以如果10分鐘20分鐘 才講一句話的 妳可能會崩潰 對 我要拚命找話題跟她聊天 覺得會困難 喜歡比較活潑話多的人 這麼愛聊 對 非常好 很好 陳彥宇要問誰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18號 你比較喜歡像 陳辰哥這種 壞壞也仁愛的男人型 還是像勢安這種好男人型 這句話好像在得罪人 你這怎麼比啊 應該比較老 應該是年輕 我還沒死啊 我還在這兒 我太需要了 我真的心裡有點不太舒服 感冒我頭昏昏 你盡量的回答沒關係 就說個性上… 好 我跟陳詩安這樣子男生 這樣的典型 不是這些是我們 你會喜歡哪一種 陳詩安 陳詩安 好 好 沒關係 我們心平氣和了 沒事… 沒有 我們心平氣和了 你根本就是你生氣 我們心平氣和 沒事 你不要拉我… 為什麼不是我 我覺得他要哭了 什麼時候 年紀 年紀喔 年紀被老齊敗了 陳詩哥沒有關係 我幫你返回一層 我們再問一個 我們問13號來 家綺 13號 六家綺小姐 你喜歡陳詩哥這種 壞壞的還是 我們勢安這一種 就說出來 不用怕 我們問13號來 家綺 13號 廖家綺小姐 你喜歡陳詩哥這種 壞壞的還是 我們勢安這一種 就說出來不用怕 說出來 陳詩哥 你看吧 是為了讓我開心對不對 其實 你為什麼選 我覺得成熟的男人 滿有味道 你看 熟男好走成旺地 你真懂 我是做口碑的 做口碑 你看這個我就會選吧 陳詩哥你看 你真會挑耶 誰喜歡我你都知道 徐家瑞 你會選陳詩哥還是選陳詩安 你何必嗎 你何必嗎 剛剛借好就收了嗎 就自己要跳下去 你幹什麼 我們心平氣和的 我們沒有機會了 我們現在不完了 沒有意見領袖了好不好 都問完了… 現在題目來了 題目是 你希望你的男友 擁有哪樣技能 是 還是水晶指甲 藍色 美甲 最強觀察員請選擇 藍色 這個是 藍色 請按鈕 只有寶媽一個人紅 我覺得 時代不一樣 因為我會在意身邊那些男生 到底做什麼行業 但是最起碼 曼明對我來說 對我這個年紀來說 我接受 如果他是我兒子 我OK 但是如果我兒子 在幫人家做美甲 我會覺得 怪 就是不知道是哪裡怪 就是這樣子而已 沒有 可是剛剛你看那個碗面那個男生 他一天到晚在看那個毛 我想說天啊 我是他女朋友 結果 你這邊毛弄一下 這邊毛弄一下 他一看到看我的那個毛 我就就好緊張… 整個壓力都很難 他不會提醒我 這邊要玩… 我就覺得夠了 女人不就希望毛少嗎 不會啊 沒有…我是覺得 但他會一直盯著我 但是我覺得做指甲那個 我覺得很甜 很可愛 然後沒有什麼殺傷力 然後他常常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他畫一個小花給我 或什麼給我 我就覺得好棒 然後今天工作不愉快 然後有一個自己過來幫我 心情不好的時候 畫個小花給你 對啊 或做KT 或整個 或看什麼電影我喜歡的話 他整個做給我 他可以給朋友看啊 給大家看 好開心喔這樣子 OK 對啊 手指拿出來 他也可以曼一個愛心給你啊 我去公司也可以給人家看啊 你看沒有毛… 沒有毛… 對 他在那邊看我皮膚多好 指甲也比較划算 因為 旁邊比較便宜 很務實 你什麼家人啊 要4千8 你這傢伙 陳彥宇 算你聰明 算你聰明 不知對面 41位上班女郎OL 是喜歡會碗面男友 還是每天才會好心情的 美甲男友呢 請舉牌 目前夭夭領先的是 曲家瑞老師 究竟她能不能拿下這一勝 贏得美食大餐呢 寶媽你好偉大 又一個人吃 紅色的是16票 藍色的是25票 恭喜藍色獲勝 恭喜 寶媽真的很偉大 願意一個人來承擔 好 最後的分數呢 總計 除了曲家瑞老師 開播照我們的這個 國民大調查這個型態 你是第一次得到三分滿分 對 我可以講 陳彥哥 Celina 就不能把玉琳哥放我旁邊 要放這種才行 才有靈感 我整個慈賞都對 都慈賞都對 你知道嗎 現在就請曲家瑞老師出列 來獲得我們今天的獎品 可以得到我們的奔和牛館 所提供的SRF極黑和牛牛排 Winner 這個勝利的參 天啊 老師 你直接這樣 要一起去 走光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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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觀察入圍 了解民意 這個最大獎 最強觀察員 把最強大賞 送給曲家瑞老師 恭喜 曲老師 你OK嗎 OK… 但是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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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吃 好 她為了提拔師弟 把自己也賣了 賣了 恭喜曲老師 今晚人才兩得 而幸災樂禍的觀眾朋友們 最期待的終極懲罰即將展開 今天的最終輸家 寶媽必須接受懲罰 不過敬老尊賢的劉一行 自告慧勇地站出來 決定待受其罰 今天的終極懲罰 就是比臭豆腐臭20倍的 飛魚罐頭 用它做出來的料理 會變成什麼樣恐怖的懲罰呢 來到新北市三支區 一間無菜單海景餐廳 阿馬上將罐頭交到 專業廚師手上 海景餐廳主廚阿倉詩 真的還第一次遇到 這麼臭的東西 類似花香有點鹹 它這個東西有點像是 雙黃瓜不能當主菜用 料理資歷超過20年的阿倉詩 遇上世界最強惡臭食材 會做出什麼樣恐怖的 懲罰料理呢 法式大明蝦干貝 和風海膽香煎鮭魚 加上飛魚罐頭特製醬料 阿倉詩 這真的是懲罰料理嗎 馬上將這兩道料理 送到要接受 今日地獄懲罰的 劉一新面前 超厲害的好不好 這哪叫懲罰啊 干貝龍蝦 敬老尊賢的劉一新 能勇敢地站出來 寶媽真的是感動在心有 這就是觀察院 不懂人性的代價 未來節目將推出更多 更恐怖更殘忍的懲罰 在等著他們 請各位觀眾朋友 拭目以待 節目的微信 我們送上品官溫暖的歌聲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夜晚 我們下集見囉 拜拜 我們下集見囉